神力爆料了 老师好 师兄 师姐们 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我在这里呢 就是一些小小的分享吧 在20大概是2000年 或者2000年我忘记了 在那一次呢 就是我 也许我看小超 那一次的坐飞机呢 出发情况下呢 我得了这个恐惧症 恐惧症呢 就是不是对其他恐惧 就是坐飞机的恐惧 导致我这么多年 一直看去搭飞机 发生后的五六年里面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常常会跟老公啊 产生一些矛盾 就影响了夫妻的关系啊 然后我也不能够回家看起来 就是因为我怕坐飞机 我是古近人嘛 然后老公又东马人 有没有 西马人 并成人 然后我们必须父母都还健在 必须要回去见父母的 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是选择要坐车 我甘愿坐十个小时的车 回到古近 我也不要坐一个小时的飞机 所以就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会造成我很多的困扰 有没有 我不能去旅游 我不能跟朋友去 出去看风景啊 看什么 所以这些不能压的东西呢 一直在困扰着我 就五六年 直到我在 2007年呢 因为这期间五六年 其中呢 因为这个恐惧症 我没有得到 我没有去解决 所以一直在困扰着我 所以然后 每天都有那些 很大的负能量 有没有 所以在 2007年 2006年 随着五六年之间呢 我就 很多的情况出现 就是说 我身体会 每个月都 生病 我都每个月都生病的 不舒服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么又 后来就 颜肝 严重的肝炎症 口肝 所以就像老师那天讲的 是不是得了肝燥症 幸好是不是啦 已经给医生检查过 是肝燥症 那么什么原因呢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之后呢 情况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在室内的 没有风的情况下 我也不能张开眼睛 所以我的眼睛一直是闭射的 我不能 因为会很疼痛嘛 就是没有泪水 也没有那种油脂 有没有 所以我就是眼睛一直闭射在家里 所以越来越当心 因为又有恐惧 又当心 所以种种的原因之下呢 造成我的持续的问题 很强大的 这些负面持续 造成我在2007年 得了这个忧郁症 得了忧郁症之后呢 我的恐惧的症状 得了忧郁症之后 你知道这种恐惧的症状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刚 还没有 还知道要搭飞机 你就知道你买票 那天要去搭飞机的时候 知道你那天要去的时候呢 我的身体就会很自然的 就心跳一直加速加速加速 然后身体全身都是燥热的 然后群序很不稳定的那种 然后就很不安 就是每天都是那种群序 就不是很开心的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这 然后那个身体肌肉很紧绷 有没有 所以呢 我得了忧郁症之后 我还是 朋友 军朋友介绍说 去新加坡我怕医生 可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还是选择不要去 我就坐车 坐10个小时的车 身体情况情绪已经很糟糕了 还是坐10个小时的车 回去古境看医生 但是呢 越看越糟糕 越来越严重 所以没办法 我还是坐飞机到新加坡 治疗 怎么坐飞机呢 要去之前呢 医生呢 就会教我怎么去 服那个镇定剂 有没有 让你比较镇定 然后放松 可以很 没有那种症状的情况下 飞到那边去 所以在经过那个 治疗呢 所以这个 忧郁症的药 我就服用忧郁症的药 因为也是有 失眠的状况 也是严重失眠 整晚整晚整宿 不能睡觉的那种 所以我也是 他有开了忧郁症的药 看忧郁的药 然后 症定剂 然后安眠药 所以在服药的这段时间呢 就是2007年见了医生 然后在服药这一段期间呢 呃 没有症状 全部都是很好的 呃 也没有眼睛 也没有口干 也肩膀肩颈也不痛 然后呃 呃 呃 睡眠 因为有吃安眠药嘛 所以睡睡眠就是一直都很好的 就是从 呃 吃了药睡觉 直到天亮 什么声音很大的声音 都 听不到 啊 都不会影响 所以 那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药要吃大概 呃 很久 医生是说 呃 你要慢慢剪的 所以 当然开始的时候 严重我控制不了 所以我就 呃 知道 因为我也知道 还是要吃药的嘛 慢慢控制 然后你要调整很多的东西 就是 生活方式啊 把之前的那些生活习惯都 颠覆 改变 呃 才 可以慢慢的去控制它 所以 呃 当然 是要三分毒 我也不想吃长期的药 是不是 呃 我就 慢慢的翻掉 可是呢 放 慢慢翻的时候呢 症状回来 那些症状呢 就呃 虽然不是很严重 可是 它会使到你的 那种 生活品质 都 不好 不是很好的生活品质啦 就是 每天都在 呃 呃 呃 看账有没有 就是哎呀 我找什么方法啊 去 呃 对这个市民的原因啊 不能睡觉的原因啊 眼睛干的啊 怎样啊 所以 很忙很忙 所以 呃 造成也是一个 我的困扰来的 所以我每天都是有这样的 也不是很开心的 过日子 虽然 呃 呃 但是对坐飞机呢 还是会有 呃 紧张 就是 心跳也会加速 所以 这样情况下 我就选择不坐飞机嘛 我我我我干脆我就是 呃 逃避 逃避我不坐 呃 那么 在 在 呃 之后呢 我就 接触到了 呃 2014年 2013年 不知道2013年初几班 还是初中几班 我就接触到了这个 长生学 这个是朋友说 哎好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啦 我就 朋友说 哎好哎 我就跟着去咯 我可以咯去参加抗抗啦 哎呦有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是在找方法嘛 有什么对我好的我就去 呃 所以在那时候呢 我就接触到了 长生学 呃 我去堂课 就是初几第一天 那天晚上 我睡明是 我睡觉是从 我回到去的时候 我睡觉是直到天亮 呃 从了我放弃 放弃那个 安明药的 呃 那一天 开始呢 我睡明就是防防复复的 从来没有 呃 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能够一觉到天亮 所以那时候 我感觉 我真的很开心 呀 然后在上课后 我就很努力的做功课 呃 渐渐的 我的 我当时上课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在滴 假泪水 以前 以前 还没有上课 那时候呢 还没有看医生 那时候我滴那个假泪水呢 就大概 把 一分钟里面 可能我要滴每一秒都滴一次 每一秒都滴一次 所以 嗯 那个品质真的是 我们 在满着滴眼泪水 所以 呃 放了放了腰 然后 呃 我的肝炎症 就回来了 只是没有严重到 像那时候这样 可是 还是需要他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就 诶 静静的 我感觉 我发现到 我的 那个 假泪水的次数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呃 之后呢 我就 很开心嘛 呃 然后睡觉的问题 也有进步 有没有 睡眠的问题 也有进步 呃 然后坐飞机呢 恐惧症呢 这个问题呢 也是在困扰我 因为 会紧张嘛 呃 一上飞机的时候 那 因为那飞机有一点 摇换的时候 就会那种 身体都僵硬的 有没有 身体都很僵硬 然后 心跳很快 又快又重 那种 所以我学了 所以我学了长生学 之后我做飞机呢 我就 有了工具 我的工具就是 我的 我的一双手 有没有 所以在 在做飞机呢 我心脏的时候呢 我就是 从 启程的时候 到 抵达的时候 我的手是一直 放在我的心脏 所以我放在我的心脏的时候呢 这个 呃 很快 很快 见到效果 就是我一放在心脏 我就自己 呃 调 调理自己的时候呢 一分钟 他心脏 那个心 心跳就慢了下来 就慢了下来 然后如果调得更久一点 可以 没有感觉到 那种心跳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想 哇 我是不是没有心跳 不可能没有心跳 只是你已经感觉不到 已经很正常 有没有 所以我 我 我一路来 我坐飞机 我就是 一直在 在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 有 这个方法 呃 能够 让我不再当心 然后我还可以去 旅游有没有 然后我可以 呃 回去 呃 看父母亲 我很高兴这个 呃 之后呢 没有 没有 我要感觉 我要感觉 为老师介绍我们 哎呀呀 就是 这个功夫啊 呃 也让我 接触了到这个 宇宙能量的 呃 怎么讲 他的用处在哪里 呃 之后呢 我要讲的就是 我的 呃 后悔篇 有没有 我有了 办法解决症状 可是 病院还在吗 想要完全 完全 恢复呢 就是需要 坚持 和 耐心 很多人都喜欢走绝境 有没有 我也是其中一个嘛 就是 你不用付出很多 的 努力 你就可以看到 成果 可是种种 我很惭愧啊 我很惭愧 呃 在这种种种因素之下 就是也是有其他因素啦 呃 尤其是那种 没有时间做功课 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讲 完美主义者 有没有 完美主义者 所以我的 东西我安排好的 我是不想要被打乱 所以一被打乱的话 我就 会不高兴 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 其实 没有时间做功课是 借口 只是一个借口 就是因为我懒 呃 后来我就 呃 慢慢因为没有努力做功课 然后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嗯 直到 去年 我又再次接触到了这个能量学嘛 我这个宇宙能量的东西嘛 所以 我就又跟 认识 更加的深 呃 在再次接触之前呢 呃 我本身也 陆陆续续哦 就是出现一些 奇怪的症状 就是这个症状呢 很奇怪 因为病院没有解决嘛 所以 这些奇怪的症状 当时我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嗯 老师我需要讲奇奇怪怪的症状出来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其实我我真的后悔没有乖乖听话啦 要不然早就解决我的健康问题 是不是 呃 我就再 讲到一个小故事了 就是 在今年的 新年期间呢 我家 毛孩就是 我 我的 呃 呃 因为我们 呃 家人 不在 上个星期都不在身边 他会感到焦虑 然后压力 所以导致他的眼睛呢 就 红肿 红肿 然后就 不能张开 不能张开 所以 呃 我女儿就 叫我 要那个长时间接班她 其实 呃 因为 长时间没接触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就好吧 就尝试吧 早上一段时间女儿 我见到她的眼睛都是闭着的 我见到她的时候 可我帮她做了大概 五分钟 过后 奇迹发生了 她居然开着眼睛 就 走路 我女儿 我女儿呢 就很高兴就说 喂 妈咪 真的可以哦 加油加油 她交给你了 我记得三条线有没有 我就想 我懒啊 所以 我真的 我真的很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到 再次的接触到 这个能量学 宇宙能量 然后我要谢谢我们的创办人 魏老师和他的夫人 林子正老师 呃 呃 呃 透过我们的双手 去帮助人 希望 大家 能 努力珍惜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我们就谢谢张宝基 谢谢